人家抢了你一把手的位置 人家抢了你一把手的位置 你还问我为什么把他弄走 行 是我想搭二把手行了吧 还有啊 你觉得江河会设身处地的 为港务局的利益着想吗 口口声声说查什么真相 我就不明白 一个沉船事件有什么真相 有什么把柄吗 查什么查呀 我们没什么盼人查的 这不就结了吗 像他这种胳膊肘往外拐 牺牲东江港的利益 捞政治资本我见多了 当然了 就是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江河人家想在港务局炸根了 先把你我扳倒 剩下的萧明啊 张江啊 个个击破 然后把自己的人安插进来 到那个时候 我们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 就是人家的了 你现在不把他弄走 就是养虎为患 老秦啊 这个机会可遇不可求啊 沉船这么大的事件 又学生发难 再加上一个赶到事的廖汉忠 一旦酿成大祸 江河有则无则他都得滚蛋 不管怎么说 江河是无辜的 他可真是一个干事的人 我的秦局长啊 你老人家真是菩萨心肠 江河人家能力强 前途光明 是被发配到港务局的 我们现在帮他闹一闹 让市领导给他换个岗 这不挺好的事吗 你想想 市里边这个级别的岗位 还有比这个更差的吗 这不管怎么样 廖汉忠是不能得罪 这话你说对了 我们不能得罪的不是廖汉忠 是崖山煤矿 好 据我所知啊 方秋萍在出事的前一天 到了东江港 接待他的是东江火电厂的厂长 李志康 他的行程都是李志康来拜的 李志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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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军长 来 喝杯水 谢谢 坐 坐 没打扰您休息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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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岸人不在家 他一直住在城里 跟我女儿住呢 照顾外孙呢 江局长 这么晚了 你来找我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吧 陆站长 我听说您十五岁 就在西口的美码头当学徒了 是 三年前因为心脏病 调到了客运站 是 我还知道你有个绰号 叫这个西口的活地图 没错吧 那是 我跟你爸是老同事 又是老邻居 以前你爸带你到码头上来 我就看见过你 等这个善后工作以后 这个美码头的中转运输 是重重之重 您是老码头了 退休以后 就过来当我的高三吧 退休 江局长 您的意思是 这郁太昊的超赞 已经坐实了 一个再隐瞒 也没意义了 我就知道这事肯定瞒不住 也好 说破了也好 大家心里都落个疏的 这几天 倩倩这个丫头 总是愁眉苦脸地往我这儿跑 其实我心里头早就忍不住了 江局长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我也一大把年纪了 我也想开了 该承担什么责任 我承担 该坐牢我去坐 不要连累其他人 是倩倩 是的 这么说 你小提心就在倩倩手里 是的 你们这种行为啊 是隐瞒沉存真相 阻碍事故调查 无论背后有什么原因 都是不对的 你们这么做 既救不了自己 也救不了东强康 江局长 江局长 千年他不是为自己 他是不想看到他大魔我 还有王叔 以及港务局兽牵脸 他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啊 其实他早就想说了 是我拦着他不让他说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江局长 陆站长 既然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就交给我处理吧 还有 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要跟任何人说 包括陆倩在内 优优独播中的 既然新一位 既然是非 优优独播中的 你否认得 你好 这一带清早的 去江边干什么呀 我去美码头做个采访 千年她不是为自己 她是不想看到她大魔舞 还有王叔 以及你感悟局是有千年 她是把自己放在火山烤啊 其实她早就想说了 是我拦着她不让她说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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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淘 我都等了你快三个小时了 走 就跟我说吧 哎 你这几天她去哪儿了 啊 我去了趟日本 给我一个客户送了块翡翠 我这不是刚一回国 就听说出事了 对了 叔 秋平没了 秋平 嗯 你跟方总很熟啊 啊 崖山煤矿的煤 都是我的船队往外运的 秋平姐 对我的船队公司 一直很照顾 那你紧张什么 除了运输 你们还有什么关系啊 偶尔捣了点煤炭 赚点差价 赚差价 你凭什么赚差价啊 还不是崖山煤矿那些人 跟你里应外合 吃里扒外 方秋平和赵大夫 他们要是拿不到好处 会把廉价的煤炭和客户资源 都给你吗 这叫什么 这叫白手套 叔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是一个商人 拿到低价的煤炭 找到出高价的客户 这是我的本分啊 商人不追求利润 那我还怎么叫商人 我问你 朱三才是不是跟你们也掺和上了 叔 你这问题问他 为难我了 你还有闲心为别人为难 我告诉你 方秋平一死 连廖汉忠都闹心了 真要是在经济上有什么纰漏 他也会出到牵连 你赶紧想办法把自己摘出来吧 所以 叔 我这不是赶紧过来找您商量吗 说得容易 怎么摘啊 这些年我捣的煤炭赚的那点钱 都在我跟方秋平的共管账户上 他这一死 我这钱可就全泡汤了 活该 你这事跟我商量不着 叔 叔 您帮帮我呀 你不会给您摆住 太太冷了 那么你自己就要被移住 我来不相信 宝贝 他乱 elephant 你让我捅住 你让我听到大事 你让我来不 sophisticated 那我何事 他去的 我可以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倩倩 我正想着给你打电话呢 怎么了 我在你们家楼下吧 怎 怎么来我们家门口了 我这忙了一天了 走 咱们出去吃点东西去 行 那你等我一下 来 喂喂 捷捷睡了 今天让她睡这儿吧 我跟她来接她 喂喂 坐那儿 妈跟你说会话 来 喂喂 您也回来些日子了 这江河工作这么忙 你也看见了 你们这一家子 还真是很难聚在一起 你说你工作也忙 还带着嬷嬷 还得经常来看我这老骨头 妈瞅着都心疼 您这说哪儿的话呀 这不是我应该的吗 我几天不带嬷嬷来 她就跟我说想见奶奶 真的 跟妈说句实话 你跟江河 还有没有可能附和 那天她送我们回家的时候 我也问了一句 她好像不太愿意多谈 是不是因为 我当年执意要出国 把她心给伤了呀 说实话 当年呀 我还都挺怨你的 你说好好一个家 你怎么就给拆了呢 后来想想啊 我也想通了 你说这年轻人 谁不想出去闯荡闯荡 这该见的你也见识了 这现在回来了 我想你心也定了 你们这一家三口 是不是也该团圆了 你觉得呢 就是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 只要你乐意 江河那儿 我去找她说去 你觉得呢 行吗 那我听听的 好 好 这事啊 咱就这么定了 慢点喝 你可不知道 这一天啊忙活的 什么都没吃 饿死我了 多吃点 多吃点 别光给我呀 你也吃 我听沈亿威说 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了 没事吧 没事了 都好了 多吃点 你吃 你可没看过一本小说叫 消失罪证 没看过 讲什么的 是一个日本小说 讲的是 说有一天啊 在一个村庄里面 发生了一起匿忙案 他家呢 在一个村庄里面 都觉得这个人是一败身亡的 但这个前来调查的警察却发现啊 一个疑点 就这个死者脖子上的项链不见了 大家就推乱啊 说这个项链肯定是死者 在水里面挣扎的时候 被水冲走了 但这个警察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说 那项链挂在死者的脖子上面 不可能那么轻易被水冲走了 但是这个村长 也就是这个警察的岳父 却催着这个警察结案 不想机外生枝 这警察呀郁闷地回家 却意外地发现 那个死者的项链 竟然在他的家里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是个很简单的推理 这死者呀欠这个村长的钱 不还 这个村长呢到河边找这个死者 让死者拿他脖子上面的项链抵战 两个人在争夺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村长不小心把这个死者 推到水里溺亡了 这个项链呢 是这个警察的老婆 也就是这个村长的女儿 带走的 他是为了帮他的父亲 销毁罪证 你猜 当这个警察 推理出一切之后 他会怎么办 会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不过我想 相比那个警察 可能他的老婆 比他更两难百倍吧 怎么突然想起来看这个小说啊 纯粹觉得这小说名字挺有意思的 纯粹觉得这小说名字挺有意思的 这不 西雅的小提琴也消失了吗 行了 不提这个了 我吃饱了 你吃饱了吗 好 那我去买大的 好 こ mum 老牛 之前呢是我照顾不周 我在这儿重新给你摆了一桌 你给我个面子 好不好 老叔 我跟大哥来你们港务局 他江河连口酒都不停不喝 那什么意思呀 不是你们港务局做事未满太绝了吧 是 来 请 老廖 出了这么大的事呢 我跟老秦都特别痛心 秋平在你们船上 你不看僧面 看佛面 也不能往江里面呀 你坐 咱坐下说 好不好 这事呢 我郑重跟你道个歉 人死不能复生 这事呢 你说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就你们那条破船 我又不是没见过 那铁皮还没有鸡蛋壳后 是 就是我没有亲自陪着来 你们也不能把秋平安排的 在那条破船上啊 老廖 这你可冤枉死活了 以往方总来东江 只要是通知到我 我都是全程接待 可这次呢 我压根就没见上面啊 后来我是听老秦说 方总这次来的呢 去电厂找李志康签共媒合同 全程都有李志康他们负责接待 我还想呢 这电厂有钱啊 是不是啊 招待当次肯定比我们高啊 可哪曾想啊 出了这么大的事啊 这李志康就不是个东西 我嫂子来回东江港 每次做都是十点钟的豪华轮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偏偏做的玉太号呢 说的就是嘛 就算你们这次没来 我也得去找他们讨个说法 没这么干事的呀 这个王八蛋 也就我嫂子脾气好 要是她打个电话回来 我非带人打了她电厂不可 千万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干 电老虎不好惹 老廖啊 你是挖煤的 我是走水的 俗话说这水果无情啊 撞船沉船瓦斯爆炸 这些个安全事故都是在所难免的 你说呢 大哥 我看到李志康就是垫大棋客 反正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 我聊 别难过了 来 咱们喝酒 好不好 好 小潜 赶紧收拾东西 跟我去做个采访 采访谁啊 崖山没空的廖空长 现在正在港务局宾馆呢 下期有这选题吗 我怎么没有印象啊 采访提纲还没写呢 行了 约他还没约上的 赶紧收拾东西 你这是生父啊 廖汉忠带人来找我们的麻烦 我听说他这人吃软不吃硬 我想借着采访的机会好好夸夸他 就收拾他这些年 跟我们东江港的交情 赶紧走吧 人家哪是找我们的麻烦 是找江剧长的麻烦吧 去不去 去去去 这么严肃干什么 小李 帮我发一下啊 兄弟们 咱们现在去把电场的门给堵了 给大嫂报仇 好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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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 你们几个去那边 来 你们几个 来 这边这边这 来 快上车 快点啊 快点 快上车 你们是去港务局吗 我们去火电厂 砸他们的招牌 来 快点 来 快点 火电厂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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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喂 将军 约有几名伤者愿愿出院 出去医药费外 他们还提出了精神损失费 营养费 务工费 还有这个家属的交通试图费 每个家庭的要求都不太一样 按照国家的相关赔偿标准 只要不超标 我们就先行颠覆吧 这上车走得越多 对我们工作越有利 后面赔偿越好谈 那倒是 就是 这钱太多啊 将军 回头您可得再到市里去 哭哭凶喊喊冤 让他们赶紧把赔偿款 打给咱们 冤不冤的 那得等最终的调查结果出来 什么意思 海市局刘局长 我一看到他电话信就慌 刘局啊 不如什么坏消息吧 你想听什么坏消息啊 我是跟你通报一声 打捞工作已经进行到第五天了 如果继续打捞下去的话 找到的可能性也不大了 冬明啊 你这可不行啊 你就是上天如地 也得帮我把那失踪的找出来啊 江局长 你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打捞工作是按照规定进行的 如果你说的那个失踪者 不存在呢 怎么办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存在啊 也许他已经从江上逃生了呢 再不然 遗体被冲到沙洞里面一两个月 或是冲到海里面了 你让我折腾到哪一天 这又不是你们警察办案 可你这种说法 我很难向家属交代啊 我告诉你 那个失踪者 很有可能是 崖山煤矿撂汉中的夫人 我知道你很为难 我也真的尽力了呀 你怎么能让我给你变出一个人了吧 那把你们的事故责任认定书 尽快给我吧 这你放心 市里已经下了死命令 这周必须解案 好 拜托冬明兄了 这港务局也太不像话了 这港务局也太不像话了 明明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协议 而且他也同意了我们的各线条款 谁常想啊 一转转的功夫 他就找到校领导 说非要处罚我们 说我们在校演出怎么怎么的 凭什么 就是啊 西亚 你不认识那个港务局局长吗 带我们找他去 对啊 带我们找他吧 说话呀 那念子院怎么说的 你怎么说的啊 上次 去就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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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们尝尝给我出来 出来 出来 让你们尝尝给我出来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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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们尝尝给我出来 让你们尝尝给我出来 发电档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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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们尝尝给我出来 出来 出来 这是个发电档 你们知道这么闹的后果吗 我才不管呢 你少在这儿吓唬人 我告诉你 我们方祖的命 就是你们电商搞没了 兄弟们 今天一个人都不是方祖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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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干什么 让你们尝尝给我滚出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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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就是우 有这样的同学吗 江局长 你凭什么让校方压制我们 你今天不用做任何解释 请你立刻归还我的小提琴 明天是头七 我们要去江边演奏安魂曲 祭奠我们死去的同学 还有 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喂 江河 牙伤的矿工们去火电厂闹事了 江菊 来 同学 让一下 让一下 好 我知道了 发电厂那场场上你赶紧回去 收拾有十万回去的事 江菊 你是不是撑乱逃跑 不许走啊 把事情说明白再走 我把话说明白了 我把事情说明白了 同学们 西雅 发电厂出事可非同小可 大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这点是非观念应该有的 有什么事情 先跟一位说 这边交给你处理一下 江菊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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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方领导呢 一直是我在沟通的 如果有什么误会 我可以向大家解释 先坐 咱们大家先坐下说 来 过来 来 志康 你小子可把我害苦了 你这是承门示火 殃及驰鱼啊 来 坐 坐 你赶紧想办法 要不然非出大事不可 慢慢说 具体什么情况 崖山煤矿那帮人把我电厂大门给堵住了 现在搞得白班工人进不了厂 好几辆拉煤的卡车堵在外面 我告诉你啊 要是今天真来个全市大停电 你我吃饭的家伙都保不住 这个廖汉忠也太混了 他在哪儿呢 在现场吗 我去会会他 老廖不在 就那个副矿长到现场晃了一下就走吧 现在是他们煤矿工人堵在那儿 四六不分 横竖不立 你怎么着 还要带上港口公安局李强那帮兄弟 我不找他们 我一个人去 你一个人去干吗呀 那帮混小子要和你干起来怎么办 我是你老同学 我能不管吗这事 不是越帮越忙吗 现在这个局面 不是咱俩能控制的楼弹 你赶紧上报 找卢市长出面干预一下 志刚 作业局里开会 刚刚决定 廖汉忠这块要自我消化 自我消 他廖汉忠这把火点得太大了 一旦断电那就是恶性事故 到时候 车老料都是小的 弄不好得判两年 志刚 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断电 许诺那边怎么样了 你这枪马的都走了 他们还还闹什么呀 不过呢 这个投契计电和赵琴这事 一点没松口 一位 你跟那个廖汉忠熟吗 谈不上熟 还算了解吧 那你对廖汉忠 大闹电厂这事 有什么看法 将军 你刚调到港务局不久 对廖汉忠这个人还不太了解 我觉得这事不像廖广场所为 这话怎么说 我估摸着吧 应该是有人刻意地挑唆 而且挑唆他这么做的人呢 应该是在玩 借刀杀人一石二鸟之际 这小伙子分析得对啊 这事情一旦捂不住报到省里啊 廖汉忠十有八九就地免职 你江局长也逃脱不了 处理陈川事故不利 危及社会治安 导致事态升级的责任 直接把你拿下 志康 这事你们上报了吗 你能不能先捂一阵子 我这不就是看你老同学的面子 才过来找你商量的吗 那你能不能好事做到底 再给我两个小时 我去找廖汉忠摊牌 不行 我只给你一个半小时 这一个半小时 你要是不把廖汉忠摆平了 我这工人进不了工厂 生产计划就得打乱 这时间我可拖不起啊 到时候我必须上报侍卫 好 那就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之内 我搞定不了廖汉忠 你上报到中央我都不拦你 军中无戏言 江河 你快考虑好了啊 要是不报 万一延误了处理事情的最佳时期 以后的麻烦可就大了 到时候我去附近请罪 跟你没关系 好 我啥也不说了 走人 志康 有件事情啊 我一直想不明白 这方秋萍 在你们店场签这个共媒合同 怎么也算是你们的贵宾吧 你们这是怎么安排的呀 怎么让他登上月太号了呢 我听说他平时 不都是坐那个 十点钟的豪华船过江吗 怎么就我们安排的 他签完合同 就要招聚过江 前一天我们给他买好了十点的船票 他接了个电话 立马让我们退了 改成早上六点的 你说 他这不是往黑白无常的绳索里套吗 这怪谁啊 咱为什么要换六点钟的票 这我也不知道啊 那天签完合同 他就接了个电话 神神秘秘的 不过听口气 不像是崖山煤矿打来的 挂了电话 他就马上让我们给他退票 换成早上六点的 不是压身煤矿打来的 不是压身煤矿打来的 那是哪儿打来的 我不跟你选丑了啊 江河 你赶紧动作吧 一位 针对学生到江边 这个祭祀死难者的事啊 我们得有一套详细的应对方案 这样 你去跟如倩商量 你们两个心系 交给你们 我也放点心 行 还有 小提琴 算了 先去商量吧 等会儿 你真打算一个人 去找廖盘钟啊 不合适啊 你忘了我之前干什么来了 凯涛啊 你这个别墅可真不错啊 富丽堂皇 看来我们压山矿 没少给你多做贡献啊 还要多谢招呼矿长支持啊 哪里 哪里 海涛 去有这么多国家呀 羡慕呀 我连国都没出过 行 赵矿长 下回带着你一块玩 夫妻 我行啊 黑头 没想到你还是个多情的种啊 周矿长 别误会 邱兵姐 一直在业务上对我很照顾 别紧张 廖夫人风轻万种 又有些才情 我们矿场是个粗人 哪明白她的心思呀 都说她有个秘密今日 没想到是你呀 别误会 别误会 谁呀 是我 江河 我谁也不见 谢谢啊 老廖 江河 你竟然私自开我的门 你还把我料汉中放在眼里吗 没吃饭呢吧 吃饭吃 你少来这一套 你给我出去 老廖 你这百十号人 我好吃好喝的招待着啊 我这好心 这给你送吃的 你这太不讲究了吧 来 吃饭吃 来 吃饭吃 不错 来 吃饭吃啊 羊了不好吃了 江河 你到底来干什么 你来送包子 老廖 老廖 这茶不错啊 少来这一套 你有什么事你就赶紧说 你什么意思你 你那百十号人 给人电厂都给围了 给人电厂都给围了 没车也进不去 你让人家怎么工作啊 我那是给李志康那小子 点颜色看看 有他那么办事的吗 叫我老婆做滑江快艇 出了事屁也不放一个 他还把我放在眼里吗 他倒恶人宣告状 老廖 你到电厂门口去看一看 就你那百十号人 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 手里拿着器械 在门口来会晃晃 那这在为嫂夫人讨公道呢 还是在蓄意闹事呢 有这真实 李志康当了八年的兵 什么真实没讲过 如果真要是小打小闹 他能那么着急上火吗 有这么严重吗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你要是在我东江港 这一亩三分地 想怎么折腾 怎么泄火 我江河屁都不放平 电厂那是什么地方啊 那是城市的动脉 动脉一段了 这城市又瘫痪了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江河 我可告诉你啊 任何事情都要换位思考 如果是你的夫人来谈业务 袭了糊涂的死了 而且连个招呼都不打 你会怎么做 恐怕 不只是在店厂门口 做做这么简单吧 修平不仅是我夫人 还是崖山煤矿的总会计师 他正一走 会给煤矿带来多大损失 你估量过吗 你说什么后果 什么后果 我老子都不怕 廖矿长 你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的工人 在地下作业的时候 让人家掐了电 会有什么后果 发电厂一旦断电 那就是严重的事故 到时候别说你了 我 卢市长都没有 我还要提醒你一句 你可不光是 牙神煤矿的矿长 你可是一个国家工职人员 国家工职员什么该干 什么不该干 不用我教你吧 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如果你的哀悼行为丧失了理性 破坏了东江市的社会治安 和社会稳定 党纪过法 绝不顾喜 我不觉得你老廖 是一个糊涂的人 你应该想一想 一旦要是断电了 谁会受到牵连 谁又会从中得力 我是看在我们是合作伙伴的情分上 我体谅你丧气之痛 来跟你说明这当中的厉害关系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工人就要交接班了 如果工人再进不去电厂 那后果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